不仅当初斗电何良平的事件也被搜出来,更更添了不少新东西,拿到博士后利用通知书,但不知知哪为何物的独天林,以依己之力,带着大家把斗电八卦到底朝天,不知道,因为此事挨得八皮的那些斗电人,是不是恨辞他了? 当初的斗电何良平,举报送信,无意有所的设论教授派乌盛惠,秦惠,并全工作女道学生,在受害者阿妙莎,将被追究民众告诽谤之时,斗电何良平,勇敢地站出来,他不仅发出声明,还发布了暴乱证据,但在之后,这件事还是不能了之,斗电何良平相声匿迹,账号还在,但内容已经完全空了, 小编看到有网友说,斗电关于北电何良平的后续声明,是专业林立不瓦瑞可以报复,但在进行检索后,并没有查到相关证据,还有人知乎立民动力,北电何良平的事件,最后与双方妥协盖中,这些处理结果已经是过去的事情,可以说都是服务了,只不过,无论结果如何, 无论确实未能拿出有力的证据,反驳北电何良平的大量,或能往上于遗忘,但也会牢牢记住许多东西,于是这一次,阿拉莎和北电何良平,都在对走进大众的视线,当然,走进大众视野的,并不止这两位,说那顺藤摸光,那当然是一出轮了, 比如大家都在关心的独天灵事件调查组,独天灵的诚意是副院长,并且那一届只负责了独天灵一个人,要自监聚查的话,会不会不公平,但没关系,还有院长张辉,可以期望,微博博主阿陈生大郎大药的就是关于这位院长的关,身体运行的离婚照顾学生,1969年出生的趴,娶了93年出生的学生刘西阳, 为了给奥西元梦,找了学生光晓彤,袁土,张一生,和金约人后刘家,金约人后万人花,金约人帝赵军做配角,其实以上的私生活还没什么,尽管师生论本身就是老师师德的表现,因生认得不对的,重要的面群往往会被用为老师会以身后挖破学生,是老师无德的体现,但可以把他不绝于私情,但是这个电影吧, 投资方式北电,制作方式刘西阳明校的公司,把学校选给老婆拍电影,拍电影的钱,让老婆赚走还行,他还靠这部影片,发现了意大利中国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,承败方式北电,这个狗粮是带小编撑的小兔, 这部影片有多精彩,已经有不少人好奇心发挥到去看了,小编不仔细发了,大家只要知道,地址分约不仅券房只有75.1万,连猫眼评分都只有6.4,那可是无比亏人的猫眼呢,当然,被发挂的不仅是张辉,张辉的其他学生和北电出生的明星,也被挖个起底, 不过小编还是被狗粮的利益相关在加点料吧,上面提到的狗粮博导诚意,学历其实只有本科,那有没有令人,对不起没有,有没有学术著作,有啊,次本,哎,怎么一本都不是自己写的啊,这师徒为人是一笔水的嘛,狗粮一句这样是什么,新闻出了无数人的心,学习是进队的阶梯,这是道道理, 道童世俗的角度难说,学习是感应自身命运,跨越阶级最好的方式,成然,有才华有品质的人,不需要学历也能成功,但是其中鼓励又有多少呢,学历是一条最稳定的路,20名还穿苦毒的人,却被这群学术不断的人踩在脚下,是可忍,熟不可忍,某种意义上,小编可真感谢独天灵这个天谴狮子, 道路那么多问题,挑了最踩流的点回答,才让大众对此事有了更多关注,只希望,从狗天灵,大北边,大学术界,每一个有过错的人,都能在这次的风风雨雨中被搭掉这些步,而不是只把狗天灵逼死,然后其他人都相安无事,继续做着同样的事情, 毕竟,狗天灵固然可恶,但交正风气,并只看狗天灵把没让吃瓜群众出去更交正啊 下来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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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来...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